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吴宗宪所主持的TVBS全新选秀节目《我要当女医》本周六播出第四集,淘汰赛结果终于出炉。 公布淘汰结果时,在比赛中喊卡的牟静庭因为人气票选环节被救回,但难过自责的他,却想把难得的机会让给其他学员。 但主审吴宗宪严肃表示,不可以,你可以退赛,但这个舞台上有谁是由评审来决定的。 一旁的王月也对该学员补充,不要因为失误而放之前的努力,如果乃只是因为愧疚而想退赛,那我觉得我可以陪乃一起练。 纵然比赛评审标准严格,却也换得深厚的师生情义。 此外第二次的表演客请来曾经客串TVBS酸甜之味的偶像剧女王杨锦华,担任导师兼评审。 学员一开始都认为杨锦华是个高冷的冰山美人,但杨锦华一进教室,就展现十足亲和力,坐到地板上与学员拉近距离。 在被问到平常是否会撒娇时,更是大方展现小女人的一面,先来个环抱,之后连双腿都搭上学员的大腿。 TVBS欢乐台我要当女医今晚即将公布第一次评选结果,淘汰的学员便要回宿舍收拾行囊,暂停这段梦想的旅程。 剧场娇母王月表示,每场比赛评审都是主观的,但表演这条路上每个人都还有机会。 即此鼓励学员不要气馁,还得继续坚持下去。 吴宗宪面对想退赛的学员神情严肃。 TVBS提供,杨锦华和贺军强。 TVBS提供,杨锦华担任选秀导师亲近学员。 TVBS提供,王月不舍被淘汰的学员。 TVBS提供。